我们继续 我们今天继续法语终极的 应该是我们的第三次课了吧 就第四次课了 我们之前呢 中断了大概三个星期 我刚好去一家东一趟 再加上回来公司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呢 我们黑嘴妹 我们继续我们的终极课 但是呢 今天的心情不是很愉快 大家看我的PPT就能看出来了 就给大家看看我的PPT 我的PPT搁干净了 昨天我的电脑硬盘 无缘无故的自己就坏掉了 所有的文件全都完蛋了 现在在这修着电脑硬盘的 所以我之前准备的 我们这些个资料全在里面了 不知道能恢复多少 所以我昨天晚上连夜加班 把咱们这个中级课的PPT 我又重新准备了一份 基本上找回来了一些 但是我准备的一些练习题 找不到了 这很没什么 然后呢 还有一些 我找的一些资料 也是 得重新找了 所以得花一点时间 那么今天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黑板 和大家说说我们终极法语 然后呢 上一次呢 我们 好在上一次的PPT还有 还有 我每次做完PPT之后 我就会挪到我这个本上 来跟大家视频来讲课 这个还在这里面 挺好 好 闲话少叙 我们说一下 前几次呢 我们根据终极的情况 我们着重的讲了一下 过去时和各种过去时的配合 主要呢 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了 符合过去时 未完成过去时 预过去时 这三个主要的过去时态 而其中的 我们知道过去时呢 除了这三个常用的 比较常用的过去时之外呢 我们还会碰到 先过去时和简单过去时 这个以后呢 看实际情况的需要 我们再跟大家说 因为这两个时态呢 在书面语当中 使用的比较多 这是过去时态 将来时呢 实际上来讲 将来时比较简单 在法语当中 将来时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各种活动当中 各种书写当中 将来时使用的频率呢 也没有一般时和过去时这么多 所以我们放到后面来讲 刻不容缓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看很多报刊文章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是用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陈述式当中的这些时态之外 很多时候还会出现法语当中的虚拟式 也就是说 还有条件是 因为这两个语式 这两个语式 不是时态 这两个语式 是表达一种主观感情的 一种说话的口吻 这么一个语气的表达 它实际上是一种语气 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那么在做一些评论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看一些时事的文章的时候 经常能够看到 虚拟式和条件式的出现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看不明白 或者很多时候呢 就弄混了 就和陈述式的一般时 或者说符合过去时 就弄混了 因为它的辩位呢 很像 很相近 好吧 那么呢 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和大家说说法语的虚拟式 由虚拟式呢 我们还要带出来另外一个语法 语法点 那就是主从符合句 好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 基本上都已经讲完了 对吧 但是从句呢 我们就只讲了一部分的从句 带动词也讲过了 句子我们讲了 简单句和符合句 什么是简单句啊 它就是一个独立句子构成的 只有一种时态的 动词变位这种情况 但是符合句呢 它是由几个句子构成的 有几个动词 这是符合句的情况 我给大家举的例子呢 都是很简单的符合句 像这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并列的符合句 对不起 这是两个平列的符合句 就平行的 平行的关系 OK 那么并列的呢 Le jour est venu et le vent se calme 这个 这些句子呢 虽然它比较长 但是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这个句子 两个句子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部分 是相互独立的 之间呢 李老师我们看不见句子 李老师我们看不见句子 对不起 太好了 随时说 因为我那个 我这个 我应该share这个 是这个 我刚才share的是我们今天要讲的PPT 现在是上一次那个PPT 就是这两个句子 看到了吗这回 看到了 看到了 有时自己就在这个两个软件之间就切换 实际上应该在共享里面来进行切换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简单句和符合句了解了 我说了解了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要深入的来看一下符合句当中一种主从符合句 因为这两个例子当中大家看到这两个符合句 实际上都是两个独立的句子 对吧 我们能够分别找出他们的主语 动词 编语或者表语等等等等 句子成分 很明确 很清晰 但是呢 在法语的文字当中 经常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我们叫主从符合句 就是主句和从句 放在一起 用一个句子充当整个主句当中的一个成分 这一点呢 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呢 也知道 比如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时候都知道定语从句 但是有的朋友说了我不知道 没关系 一会我讲 就是我们知道定语是什么 定语呢 就是我们讲的修饰主语的一个词 比如说红色的苹果 红色就是修饰苹果的 那么定语就是这个红色 除了颜色修饰 我们可以说任何修饰名词修饰主语的成分都可以作为它的定语 也就是说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一个句子 可以是一个被动式 很多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跟大家换一下看看 今天我们所要了解的语法现象 那么在这之前呢 先和大家看一篇文章 看一篇时事文章 我们都是拿一些现成的文章 从里面遇到的这些语法现象 我们马上就会提出来和大家讲 但是呢 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了吗 哈旧加拿大的一篇文章 讲今年的大选的情况 对 如果看不到跟我说一下 能看到 能看到 好 那么呢 这篇文章和我们找到的所有这些个时事的文章呢 它是非常长的 大家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长 我们就目前同学们的水平来说呢 如果我们这今天的课 或者是连续两周的课 完全把这篇文章都分析出来 也比较困难 因为有的文章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同学的水平呢 现在是法语的中级 中级呢 就很不好说 就是参差不齐 但是大部分同学 你自己如果说词汇量的问题 句式的问题 结合在一起 你很难把这个文章能够一次读懂 所以我们拿它做个例子 摘取当中的某一部分 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它的语法现象 好吧 那好 今天我们看一看啊 这一篇文章 这是一篇 讲现在选举的一个情况 你看它这里面讲 我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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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 就看前面两段就可以 就看前面两段就可以 考考大家 谁能跟我讲一讲 大概是什么事情 谁能看明白 举手 举手 我也看看咱们终极的水平 可不可以 有举手的朋友吗 好像还没有 好 我简单说一下 我们看 是建议提议 注意这个 后面这一句话 你看很长这句话 它的主从符合句的特点就出来了 提议什么呢 到这 指的是这句话的主语 到这才是这句话的主语 但这句话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这个歌 后面这个间接成分 这个从句当中 这句话的主语 是什么呢 是在联邦法律管辖下的 每一个大型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当中的 一个席位 基本上指的就是席位 议会当中议员那个座位 那个席位 这一个席位在哪呢 就是在阿和勒的缩合 在什么呀 管理委员会 我们叫管理委员会 实际上我们可以想是董事会 OK de 什么 每一个大企业当中的董事会当中的一个席位 而这种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呢 大家看这 看到我鼠标了吗 就是在联邦政府管辖下的 在联邦政府管辖下的每一个大型企业当中 董事会中的一个席位 这才是他的主语 但是说了这么多 他还是整个从剧当中的主语 看到了吗 这是他这个从剧 那么前面是什么 前面才是主剧 主语是谁 Le BCC Le Parti Conservateur du Canada 他们这个党派 Propos 动词建议 建议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后面所说的 当中的一个席位怎么样 So Reserve Reserve 是什么意思 保留 比如英语大家也叫Reserve 这是你的定位 这个东西保留 So 大家会 没看明白 So 是什么 我留一个扣啊 一会我们看 他 我就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被动试 被动语气 应该被保留 给谁呢 给一个员工 给一个员工 De Sit Memdenterprise 给哪里的员工呢 给 De 是从属关系 Off的意思 英语 Off的意思 给 这个 同样的 企业 也就是说 要留给 本企业当中 一个员工 说白了就是 你公司 董事会当中 要给本公司的 员工代表 留一个席位 就这么一句话 就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 通过这句话 通过这一篇 这四行字吧 我们今天 所要 讲的 或者说 我们未来两三周 要讲的 很重要的一个语法现象 两个语法现象 基本就出来了 一个是主从 符合距离结构 还有一个就是 虚拟式 有问题吗 这句话的分析 我分析完了 能看懂了吗 能看懂了 分析完了 分析完了 能看懂了 分析之前呢 谁分析之前 能看的差不多的 也行 对 因为呢 实际的讲 法语的书面语言 为什么说 他很精确 联合国语言 都要以他为准呢 就是 就是他的书面语言 不是很容易来 来 来掌握 我们 我知道我们同学当中 有的同学 可能在学college 或者要上大学 他要学习写paper 写文章 实际上 这对我们 没有经过 系统的 法语学习的华人来说 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说和听呢 经过一段时间 都可以掌握一些 而且有一些天赋的同学 尤其说的还挺好 对吧 但是书写 真是一个长时间的 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 学习过程 不着急 我们慢慢来 好吧 下面第二段 咱们这个 这个符号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 中文当中的双眼号 就是他说这句话 谁说的呢 我们先把这些双眼号 那边找到 第一行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这是找到了 看到了吗 你看 他还不让我标上 就在这呢 到这是他说话的内容 后面是谁说的呢 大家注意 前面说话的内容 很长 而后面这个说话的人 也很长 也很长 看到了吗 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就会做一个简单的倒装 那是一种写法 无所谓 不管他 我们也可以说 Le Chef 就是说明 就是说明 在写这篇文章 发这篇通讯 的时候 保守党的领袖 已经说过这些话了 对吧 所以 这个时代 是什么时代呀 好了 我们看 句子里面所说的 这有一句话 就是半句 能不能说一句话 它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虚拟式 大家注意 所以法语的这种结构 不个什么什么个 后面接下的从句 基本上很多情况下 都是虚拟式 或者条件式 尤其虚拟式为主 他表示的是一个 一个愿望 一个目的 一个想法 为了 工作人员 就是说工人们的需要 他们的需求 能够被倾听 看到这里面了 这个 就是 at at 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被动语气 这一点的结构 和英文也是一样的 英文也是 被动词 加上动词的过去式 对不对 被动于式 那么法语 也是这种样子 但是在这个里面 他为什么不用at呢 因为他是虚拟式 所以出现了俗 那为什么呢 好 我们就来看看 书归正传 好了 书归正传 我前面做了这么大的引子 就是要引出今天的这个 虚拟式 今天的虚拟式 好 虚拟式是什么 我在这里边 找到了一个 虚拟式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 都有 网上也有很多的方式 大学法语 马小红编的大学法语当中 也有他的解释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 大家注意 千万千万别被中文 虚拟式三个字 所迷惑 就觉得这是 这是虚假的 他后边说的这些个东西 全是虚假的 不是 我也 我无从考证 当时是咱们哪位前辈 哪位前辈高人 把这个 翻译成虚拟式 我觉得是不恰当的 咱是后辈人 但是还是觉得不恰当 这个虚拟式 这个 它实际上是指的什么 这是主观的一种愿望 它这个词是 主观的 相关的那么多意思 它不是客观情况 这是一个主观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女士 很多的 他都是说话者 自己的一个感情 自己的一个思维的判断 所以他才叫 就是主观性的 对吧 它是主观性的 那你说虚拟式 虚拟式 虚拟和主观 这并不是完全能 能匹配上的 所以 我不认同大家去记住 它的虚拟式这个名字 你就记 更加 更加准确 更加准确 那么首先我说 虚拟式 很多情况下 都是用在 祖存 符合 巨大 只有 少部分的一些情况 它会用在 独立 我们后面再讲 有的情况 有的一些个虚拟式的用法 我们 终极是不会讲到的 大家要知道 虚拟式和条件式当中 它也分为一般式和过去式 也有它的一般式和过去式 但是本身虚拟式 一般式用的是非常多的 而虚拟式的过去式 甚至我们讲 还有其他的一些时态 用的就比较少 用的就比较少 当然你写文章的时候 你特别要表达的自己 某一种很微妙的态度 和看法的时候 会用到 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 但是日常书面用语 比如你在公司 给同事写个email 很少 很少会用到 因为在工作当中 在商务活动当中 甚至你在上学的时候 给老师写的论文 写的paper也好 要求你所表达的观点 清晰明确 不能 让别人去猜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应该是 应该是准确的 1234时间地点人物 OK 做完没做完就完事了 你不能说了一个 带有文学色彩的话 让别人去猜你的想法 很少会有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可能就不讲 虚拟式的 比如过去时 和其他的一些 不大常用的时态 好吧 那么首先说 在虚拟式当中 在虚拟式 他表示的 就是一个人的情形 与之相关的 这些表示情绪的句子 表示情绪的单词 都会使用当着 都会看到 首先我刚才讲了 在虚拟式当中 基本都是从句 因为呢 你前面要有 自己的一个想法 后面才是这个事情怎么样 比如我们看看 信息 我们先找一个句子 这个大家看 大家看 第一句 你一定要把作业写了 这是不是他的一个 说话人本身的一个愿望 或者是命令 总之是他自己的一个 主观的判断 或者一个主观的要求 至于你这个人 写没写完这份作业 不知道 或者说 没有设计 而只是设计 说话者本人 我的态度 我的态度是 一定要写完 那么这里面 虚拟式是什么 就是这个 虚拟意思 而这个句子实际上 就是一个 从句 好 所以我 要把 主从符合句 和虚拟式 那么我们 把他跳出来 我们看看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讲到这 虚拟式的 变位方法 又回来了 老问题 刚才大家看到了 Phinis 那是什么呀 我们 我们 做过 这个变位吗 你做过的 直尘式 现在式 就一般式的时候 第三人称 负数那个变位 那么 虚拟式的变位 有一些 不能说是复杂 有一些小小的困难 就是我们同学们 很少 会把第三人称 负数的变位 会记得那么清楚 后面再换上 这些个词根 有的同学 就觉得很困难了 所以我们首先 如果要做 虚拟式的 动词变位的时候 你先把这个词的 陈述式 第三人称 负数变出来 就是这么一种写法 然后 你把他的 结尾 去掉 分别换上 后面 这四个 八个对不起 六个 以巴克雷为例 你看 巴克雷的 我们先变一下 巴克雷的 一般词的变位 就是这个 我给大家写到的这个 这个 我们要把 en 得去掉 再换上 这样的 一个 然后这个 念 一用 这个 我们讲 这个语音的时候 恐怕大家都有印象 对吧 那么这个词 怎么念呢 就是 有的同学跟我说了 这以前动词变位当中 可从来没有前面这个歌呀 是的 因为 虚语式 基本上前面都是一个表示态度 谁把我给静音了 好 我刚才说的听到了吗 同学们 大多数听到 听到了 对 听到了 好好 那么大家 给大家 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把这三个动词变位 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就是第一组动词 对吧 第一组动词的动词变位呢 应该是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了 那么第二组动词变位 就有点复杂了 因为你要变到 re fini du fini ele fini ele fini le fini le fini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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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i 然后再把 l fini 这个 nt去掉 换成后面的东西 那么 它的虚拟词变位 就是 可我 终于 你 你 终于 他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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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继续 那个 就是特别绕嘴 我们当时学的时候也是特别绕嘴 割着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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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着钱 对不起我这个写错了 我这个等会儿啊 我把那个 给我改一下 这怎么写成这样的 这就是我今天心情沮丧的原因呢 割着钱 割着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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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啊 实际上单数的这几个人称的发音 基本都一样 割着钱呢 对 割着钱呢 割着钱呢 我们看一下啊 割着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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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第二组动词 都没问题啊 第三组 第三组 刚才是这么写的 对吧 你念念啊 你念念 很别扭 实际上我这我写错了 我复制粘贴的时候 写错了 是这样的 第三组动词 它并不是 一直下来就是规则的 看到这个了吗 这两个 就是我刚才犯的错误 我今天 哎呀不对不对 我今天犯懒了 我就复制粘贴了 OK 也就是说 它不是按照这个 一层 变就下来的 所以呢 特殊的第三组的动词的变位 我们要单个的去记 那么这是 就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种动词的变位 那么还有两个动词的变位 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是哪个呢 这个 就是阿乌阿赫和 艾特的变位 阿乌阿赫和艾特的变位 他们两个 说白了 和他们的 第三人称 复数的变位 也没有关系 只能是大家来记 来背 而当中很多 最常用的 实际很常用的是 at 谁能给我们读一下这两个词 我给你读 我来读吧 你来读 好 读阿乌阿对吧 对阿乌阿 很好 很好 那么艾特呢 先来念一下 那么谁举手吧 举手我给你打开 对 我没看到举手 官员帮我一下 我 我 我问他们谁要举手 我给他们打开禁音吧 对 没人举手的话 那我就念 好吧 我念也行 你念吧 那就你念吧 跟着说 好 这个念没有什么 如果到了初级的话 你还办法 他念不出来了 那真得努努力了 同学们 这个我要说几句了 对 好 这是 心理式 一般式的动词变味 所以 所以很多同学在学习 虚拟试的时候 一沾这个冰丝变味 头就大了 但是 实际上 让你真正头大的 还不仅仅是变味 是因为我们虚拟试当中 特别强调 是跟在一些表达个人感情的词的后面的从具 那这些词你要背下来 也就是说 哪些词后面要用 后面的从具当中要用虚拟式 这是有要求的 这些单词你得能记下来 看到 这些 还不止 还有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 首先我们还是看那句话 第一 虚拟式 使用时带有非常明显的 大家注意 很明显的 很强烈的 我们叫很强烈的个人感情 就是这意思 很强烈的情感 和说话者主观的意识 所以他才叫 就是英语的subject的那个词头 它是意思就是说 主观性的动识 它是主观性的 OK 那么他主要用在各种从具当中 OK 好 还有的时候他就讲了 不是取决于说话者的意愿 说白了更多的时候 就说我这个动词是 表达感情的一个词 后面这些从具 包括他这个或者是动名词怎么样 都是由他们来决定 是不是就使用虚拟式 因为有的人他会讲了 我是说了这个词 但是我个人感情不是主观的 没那个要求 就是你用了这个词 你就是后面 老老老实实的 必须使用虚拟式 OK 那么虚拟式呢 有的时候用于独立句 独立句当中呢 我们暂时先不讲 我怕同学们混了 因为今天能把它 你能把它整明白了 就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虚拟式用于独立句 虚拟式的过去时 这些个问题 我们留待日后 我也看看同学们的水平 你们也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 在接受更多的支持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加上 目前来讲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虚拟式 先把这动词变位先弄明白了 这就很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先还回到 刚才的动词变位 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自己念一下 把这几个背下来 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好吗 给大家八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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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讨�s 给我们讨厌 给你们 obsess 给他说 给他们说 给他們说 结束 给我们结束 给我结束 给你结束 给他结束 给他们结束 完全结束 给我们结束 可你结束 给他们结束 员结束 给他结束 发 好了 这个是 这三个动词 很标准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动词 后面 avoir être que j'ai que tu es qu'il est qu'elle est que nous ayons que vous ayez qu'ils aient qu'elles aient être que je sois que tu sois qu'il soit qu'elle soit que nous soyons que vous soyez qu'ils soient qu'elles soient qu'il s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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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qu'il A 不能说技能吧 一个本领 你得能看出来 直到一眼一看 而是虚拟式 隐藏着呢 好 那么 我们现在了解了虚拟式的 他的用法 也了解了虚拟式的变位 剩下的工作 就是自己把变位要背起来 我们现在呢 学到现在 我不知道之前 大家学习的时候 都经历过什么语法现象 我们捋一捋 所有的语法时态来讲 我们陈述式的 一般是符合过去时 未完成过去时 遇过去时 包括简单将来时 一般将来时 这些个时态 肯定也学过了 那么学到这里呢 就学到了虚拟式的 一般是 在这之前 应该也学过被动式了 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 at 被做了什么什么 那么 讲到虚拟式呢 学到虚拟式的时候呢 当时我讲 对我们来说 已经学了很多时态了 学到虚拟式的时候 就有些混乱了 而且始终也搞不明白 虚拟式的 为什么叫虚拟呢 实现没实现呢 实际上当时就 怎么说呢 执着了 完全被虚拟式 我不说了吗 这两个词给混淆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 个人的主观的态度 好 我们 把虚拟式的 变位 用法 搞定了 那么现在 在深究虚拟式之前 我们呢 回过头去 回过头去 先把构成虚拟式的 一个非常主要的结构 要搞清楚 这就是主从复合具 好 这就是今天讲的另外一个 理发现象 虚拟式没讲完啊 虚拟式只讲了一个开头 后面还有一些复杂的东西 别着急 因为在讲那些东西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了解 从具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看大家的 通过前面这三次课 四次课的情况 我发现我们很多同学 中级的水平 他也是刚刚入门 有的同学 中级的水平 已经比较高了 可喜可贺 但是有的同学 确实是刚入门 甚至有是初级的同学 现在来听中级的课 有些东西呢 还是接受起来 有一定困难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不是每个人 都学习过英语 或者说 都学得很好的英语 有的时候老师说了 那从具 英语的避语从具 定义从具 主义从具 华语也是这些 我就不讲了 没学过同学 心里在想 我可从来没学过英语 或者我英语学了 我早还给老师了 多少年了 几十年了 避语从具 早忘了 你让我说还行 那好 我们今天就把从具 再跟大家 啰嗦两句 在 上一次 就是更早 三周前的课的时候 我们说过 具子的结构呢 有简单具 有符合具 符合具当中呢 也有并列的 也有这种 主从符合具 何为主从符合具 这一点很重要 主从符合具呢 就是具子啊 是由 整个这个具子呢 它是由两个具子组成的 对不起啊 我得往上摸一下 整个具子 它是由两个具子组成的 一个呢 是这个具子的主要的成分 主干 而另一部分呢 是从属于或者修饰 原来具子的主具当中 某一成分的部分 比如说 我们看 今天我举的这个例子 C'est monsieur le bon qui était le président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ociété bancaire unité de Sorbonne 好 那么这个里面 大家会看到啊 我们在分析句子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看到 要找出这一句话当中 真正的主干 是谁 这一点呢 在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也会找具子主干 就是把他的所有的修饰成分 全拔了 不要啊 就要最核心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核心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 C'est monsieur le bon 这是乐旁先生 这是主句 这是乐旁先生 OK 好 那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后面有了很长的一句话 来修饰这个 monsieur le bon 那么修饰这个部分呢 我们之前说过了 修饰名词的那个部分是定语 如果我们用这个句子整个这一句话来修饰这个前面这个先行词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叫做定语从句 OK 而这个词大家注意 Gi 我们就叫关系代词 他呢 这个Gi 在从句当中 他是主语 他替代了 monsieur le bon 在从句当中的位置 如果没有这个Gi 大家注意 如果没有这个Gi 如果没有这个Gi的话 那 monsieur le bon 就是后面这个从句的主语了 但是不行 人家我们当时我们老是讲的话 我现在还记着 他已经二十多年了 人家跑到前面干 那后面就得找一个代理人 这代理人是谁呢 就是Gi 就是Gi 好 我想考考大家 谁知道后面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先看看点点苗 谁知道 我看有熟人吗 还真有熟人啊 百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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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知道你说的这个后面的意思 修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像是一个KJ当 我这个有的单识记不住 就是是说说他的是又是社会做什么社会 我当时有很多不太熟悉 好 没关系 你知道这个成分就行了 但是我通过这个我要知道咱们同学的那个水平啊 现在怎么样 后面这句话 在回答 敢回答就挺好啊 敢回答挺好 我以前的学生我也做过那个网课 一点名 下线了 等过一会 111自己又上来了 敢于回答就对的 你前 你后边这个整个句子成分弄明白了 OK 后边自己增加词汇量去 这是一个植物 我们呢 这个植物呢 我们在法语当中呢 经常会看到我们说一个公司的总裁 我们就叫BDJ BDJ 常说了CBDJ 他是个总裁 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么一个我们叫实际上的总裁 就是LePrésidant Présidant实际上就是董事长 DHector和Jenehal 总经理 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们和现在很多法国公司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叫总裁 他负责主要的工作 LePrésidant 一个被动的好词 敬一下音 谁呀 在这个里面大家注意 Présidant DHector和Jenehal 是哪儿的总裁 哪儿的总裁呀 Society OK 大家注意 它的意思就是公司 什么公司呢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把它挪一下 就是SortBorg呢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的联合银行集团的总裁 注意这个词用的是A代 好了 说到这了 大家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A代 这个A代 它的意思是什么 曾经是 注意 有这个词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Lanbarfei 对吗 Lanbarfei 那说明他现在还是不是 不是 OK 他现在不是 他那段时间 曾经是SortBorg SortBorg呢 联合银行集团的总裁 这就是Monsieur LeBong先生 承认这个公司的总裁 是这么一个意思 OK 在这个里面 大家注意 G 引导的后面黄色的这个 从句 修饰的就是前面Monsieur LeBong 所以它是一个定语 这个句子就叫定语从句 他明白了吧 好 那么什么词能当 什么词除了G 除了G之外 这个G之外 很多词都可以引导 一个定语从句 比如下面我们看到的 这句话 Le livre 可能字是不是小了 有什么可能看不见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打打打 Le livre 从句是谁 主句是谁 你说得非常好 如果把这个英语的发音改一改 就更好了 更完美了 更完美了 devant 不是devant 不是devant 特不读音是吧 不读 devant OK Le livre que vous avez lu est décrit par Cedome devant vous 在这里面 刚才红霞也说了 主句是谁啊 不一定从句 就一定放在句子后面 它有可能在中间 主句就是 Le livre est décrit parCedome devant vous 这是主句 从句呢 从句很短 歌无在为律 你读过的那本书 你看过那本书 就是由眼前站到你面前 这个人写的 就是这句话 OK 自己在琢磨琢磨 找到了主句 找到了从句 OK 这个主句比较长 从句 隐的隐蔽的比较深 这就是我们在读一些法语的文章的时候 凡是写上的文章 都不会太简单 那么很多时候 它的从句都是隐藏在中间的 不会给你很明显的标示出来 那么有的同学一看到这些长的句子 脑袋就嗡的一下就打了 我这根本看不懂啊 怎么这么多动词啊 因为你没有找到关键 就像刚才 宫侠所说的 你要先找到那个关系代词 这个歌是谁啊 是利益不合 但是歌大家注意 在后面这个从句当中 它是什么呀 在这个从句当中 它是编语 它当的是编语 但是这个从句是修饰了利益不合的 明白吗 OK 好 给大家几分钟 思考思考 同样第三句话和第二句 在结构上是很类似的 谁能看明白第三句 谁自己打开麦克说吧 能给大家翻译出来吗 有人吗 那我再叫了 我看有同学说了 是谁Nancy还是iPad 我看有同学说了 Nancy你知道吗 说哪一个东西 我刚刚刚在断电了 刚刚回 那你看看这句话 你能说明 你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翻译一下 就是人们说 人们说 你去年你去年你穿过了巴黎 或者访问了巴黎 去年你访问的巴黎是欧洲的金融中心 是的 很好 在这里面呢 大家注意啊 从句是什么 主句是什么 主句是 它是一个从句 套一个从句 这是主句 但是主句呢 又是一个 主句本身 它又是一个从句 On set 我们知道 什么什么事情 是一个编译从句 OK 这个巴黎 什么 巴黎 什么样的巴黎 去年你去访问过 你在那个城市访问过的 那个巴黎 它是欧洲金融中心 这个里边 Wu是什么意思呢 Wu实际上 咱就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DOWN 再上什么地方 或者我们说 OK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从句 定义从句 下面这个 主语从句 主语从句 有的同学 没搞明白 是 这个从句做主语吗 是这种意思 但是它的表达形式 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Ile Fougue du Finis Le Devoir 这个里面 大家注意 Ile Fougue 意思就是 必须的 是什么 必须的 但是这个Ile 大家注意 它是一个无人称结构 这个Ile并不是男的他 他不是男的他的意思 Ile Fougue 什么什么 必须做什么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Ile是什么呢 不是 它Ile是一个 无人称的结构 真正的主语 是歌后面 你做作业 这句话 你必须做作业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它从结构上来讲 它写出这种方式 OK 这是主语从句当中 第一种形式 第二个是歌引导的 歌Sophia Fas Nous Prisant Le Plan Dufidur 今天的句子都不容易 大家都不容易 所以大家要 要真沉浸来 想 把脑心的脑心急转弯 大脑皮层得活跃起来 这个歌 实际上引导的就是 Sophia做的事情 Sophia做的事情 歌Sophia Fas Sophia做的事情 Nous Prisant Le Plan Dufidur 给我们什么样 展示了未来这种计划 就是它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未来 我们会看到的那种事 这是主语从句 那么 做主语从句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 在英语当中也学过 用动词原形 英语叫动词原形 法语叫不定式 用动词原形 做主语 这种在英语当中很常见 比如说 我们常说好好学习 是一个好习惯 经常我们讲 开一句玩笑的英语 GOODGOOD STUDY 对吧 好好学习 Study Hard 怎么怎么样 那是英语的成熟 你的表现方法 但是它是用动词原形 法语呢 同样 也是一样 比如我们看这句 Transferer le Donne à la base de Donne E Burst de Donne et Votre de Donne au 우리 这句话我想找同学 翻译翻译 这里边咱们同学当中 有学IT的吗 有学电脑 学IT做软件的吗 那这个词你应该认识 Donner Transferer de Donner Donner是数据的意思 就是data 数据 后面 A la base de Donner Base de Donner 就是数据库 Database 数据库 把数据转移到数据库里面 是你今天的任务 是你们今天的任务 或者是您今天的任务 就这么个意思 把数据存到数据库里 就是你今天要干的活 你去做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有问题吗同学们 今天怎么那么沉默的 没人回答 好 那下面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我们经常会说 太惊讶了 就是你能给我打电话 太让我惊讶了 在这里面就是常用的 S la 或者S si 或者S 这些词 它是一种指示带子 做主语 但实际上 太惊讶是什么事情 你给我打电话 OK 有难度吗 同学们 给点反馈啊 是不是太难了 老师我提个问题啊 你说 你说 那个 这样的句型 是一种强调句型 是不是 是 是 它的作用就是强调 还有这个 这个 就是很强调的 就是很强调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Elefog必须怎么怎么样 我呢 因为我这个硬盘 完蛋了 是数据库 数据里面的数据不好找了 因为我还准备了很多练习题 可能我估计有得给我一段时间 那是我很长时间的存货呀 所以我得看看能不能恢复出来 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就不做练习了 因为没有找到 我看下一次能不能把它恢复能不能找出来 OK 好 我们下一个 编语从举 我不愿意你给我发电子邮件 我不愿意 不愿意什么呢 后面这个句子 整个这个句子充当的是前面的宾语 或者是表语 这宾语表语是什么呢 有同学不知道 实际我跟你说 就是动词后面那个部分 动作的承受者 或者是我们常讲 是这个动词后面的部分 那是表语 动词后面的是宾语 后面第二句 Lily parle à ce que 我这没写完呢 后面这个删掉了刚才 我当时写的是什么 Lily parle 那这先删掉吧 Je ne sais pas comment on peut vous fournir le service 我不知道 注意后面这句话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呀 我不知道怎么向您提供服务了 您会可能您的要求太大了 对吧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为您服务 OK 大家注意这里面 je ne sais pas 实际上就是je ne sais pas的意思 完整的是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常用于口语当中 je ne sais pas 或者很多时候甚至连热都不用了 赛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这个钢帽 钢帽 也是一个关系概词 如何我们给您提供服务 这是一种 并语从句的情况 但是大家注意 后面整个这个句子 全是前面这个 savoir和这个sai的 并语 对吧 我知道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英语也有 法语也有 OK 就是直接把它写上 用直接写就可以 一朗当 的座子 上 他听到鸟儿在叫 在花园里叫 OK 这是宾语 从句 我再问问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谁有什么问题 剩下十分钟 我看 我看同学有什么问题 问一下 还是说太难了 老师你 状语从句 没问题 老师 状语从句 再 放一下 你说 状语从句 放一下 对 状语从句呢 状语从句 我为什么今天 不想讲 状语从句了 因为状语从句 很多 很多状语从句 时间状语 目的状语 让步状语 原因状语 等等 但是状语从句 说一个很直白的话 它是来修饰或者限定你这个主句当中的动作 你说从句简单吗 它也简单 它整个句子 你把它整个这个长句子缩小了看 它就是相当于句子当中的一个成分 要么定语 要么宾语 要么状语 要么表语 等等等等 各种情况 唯一复杂的一些呢 就是状语从句 只是我们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分类比较多的 就是后面这个状语从句 状语从句 我会给大家拿出两三四个状语从句来讲 但是这也不是全部 有好多别的状语从句 它完全是表示这个动作的一些限定的情况 限定动作的时间呢 动作的方式啊 动作的目的啊 等等等等 是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时间状语 最明显 大家已经接触过很多次了 就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我在干什么什么事情 当 对不起 刚 刚 刚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回家的时候 我妈正坐在 我妈正听音乐 而这个 就是从句 而主句是什么 主句是 我妈在听音乐 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时间状语 第二个时间状语 就是我在法国旅游的时候呢 我总是看地图来找路 那很正常嘛 是 OK 这都是表示时间状语的一个情况 OK 等啊 我这怎么回事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 因为我看同学们 也有点懵 别着急 这很正常 尤其从句 你懵还不直 因为后面讲虚拟试的时候 那才是 你们真的要 可能要懵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转过弯来 因为中文的表达方式 和法语是不一样的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 课程就到这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群里再问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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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